Garmin在桃园华雅科技原区染疫案 市长曾文灿把猫头指向台北市 他这个案的源头是台北市的个案 15108 那他的太太确诊 但先生并未被匡列 搬出关系图桃园市政府说 案15245的Garmin女员工7月9号确诊 源头是台北市一名6月30号确诊女性 案14860 指控该女的先生竟然没被匡列 还跑到新竹上班7月4号确诊 新竹匡列9人其中1人住桃园 7月7号确诊的案15207男性 这么刚好就是Garmin女员工的父亲 这文灿痛批柯文哲怎么不匡列好 这个北北基桃是同一个生活圈 那像我们跟新竹县市 也经常会交换疫调资讯 那凡是这种跨县市的足迹 一定要分享充分的疫调资讯 只是对于这说法台北市政府跳脚博士 指证文猜日期都没搞清楚 案14860台北女个案6月28号早已确诊启动匡列 她的先生就在其中 从那天后就未到新竹工作更不可能爬爬灶 指出这名男子更坦诚 6月22到24之间 头晕不适却未主动就医 因此到北师傅7月2号裁减 两天后确诊等于未被匡列前就可能具有传染力 桃圆市政府应该掌握更精确的疫调情形 厘清个案的状况才能掌握更正确的讯息 跨区确诊相关县市 护提皮球 TVBS新闻出关后 刘玲婷台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时 请多期视频